好,謝謝教練 很高興來參加今年的GOOSTOUT 我已經很緊張了 謝多數人應該也不知道認識你 不知道認識我 那除非是在OpenStreetMine比較相關的活動才會看到我 老實說呢,我不是很好的經營者 那我今天來的駐地只是想分享一下 整個社群目前整個概況到底是怎麼樣 然後還有剛剛Break講那麼多人民團體的經營 那其實我們也遭受這樣的困境 那這樣的困境底下我們怎麼樣求生存 其實就是我們今天要分享的部分 那不是只有在法律上面 其實還有更細部的東西是人在這個局成 還有管理方面的問題 好,那在自身之前呢 想跟大家講一下什麼是開放結局 或許大家應該都知道 其實我不用多講 開放結局就是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 它是也許發展去畫圖 不是像烏龍蠟一樣 它是一個商業化的地圖 那它是使用開放可視、開放圓馬 然後呢 它是一個開放授權的地理資料 它的圖專呢 是這個CC2 CC-by 然後呢 這個Data呢 是Open Data Base Access 所以它有兩種的授權 那比較有趣的是呢 它是一個全世界的活動 然後說你的制服 你的制服呢 不是只有在台灣使用 你是全世界人都愛使用它 那 它有一個特殊的地方 是它改變了地理資訊的生態 它用微計畫的方式呢 來允許多數人的制服 所以它改變了所有 在地理資訊這一個領域裡面的一個玩法 那這裡又再說 那它的制服呢 就是像這樣子 就是 全世界的制服呢 你可以看到呢 這個亮起來的地方呢 就是每年 就是那一年裡面呢 有人畫了一筆資料 在這個資料簿裡面 然後被顯示出來 那全球呢 其實都在畫這個圖 不是只有台灣而已 那 這個畫的圖呢 並不是跟人口閉度有關係 而是跟 跟每一個國家參與的人是有關係的 不是那個地方人口閉度高呢 畫的圖就會高 大陸的人口閉度高 很高 也會看到大陸其實呢 它的畫圖量很少 這兩年比較好一點 那 非洲也沒有人 有人啊 但是它畫的地方不多 而且都不是非洲人畫的 所以呢 這整個的 整個概念呢 是跟這個 跟ICT很清楚的發展也是有關係的 所以它有資訊物理本的概念在這裡面 那 所以呢 這也影響到 其實我們就是要講的 整個 制服人口 跟當地人口 其實是非常不一樣的 學術的比例 那這實質告訴各位說 我們群人隊 在全世界的代工 到底是怎麼樣去構成 然後有一個概念 那 其實這也關係到 我剛剛講的喔 每個地區呢 它的 它的人口力度其實是跟人是不一樣的 所以呢 它的 它的參與人口的人其實不平均的 另外一個問題呢 是 每一個參與的人 是貢獻的貢獻 是不一樣的 我相信每個社群都有這樣的問題 那 在OASEN的社群裡面呢 在官方的 在官方的統計裡面 事實上 已經達到 超過500萬人 超過400萬 到500萬人 可是呢 真正的API裡面所算出來 竟然是低於400萬人 那 這個 這個計算之間的差距呢 事實上是一直飛行出來的問題 到底是哪一個是正確的 到現在 其實還沒有多數 沒有多數人 知道這個問題 到底是怎麼樣 那 還有更多的情況是呢 其實很多人參與進來之後呢 只畫一次 然後就跑掉了 就是一個 有一個宣誓說 我參加了 OpenStreet Map 這個問題的一個改靈 是我進來 然後我畫一次 然後就跑掉了 非常多人有這種情況 那 我相信這是社群的一個問題 那另外一種呢 一個情況是 很多人呢 加入之後呢 通常在第一年或第二年 非常的熱血 然後呢 進入第三年之後呢 慢慢的就開始 就開始 沒有那個力氣了 然後 開始遠離這個社群 你可以看到的是 這個是 剛加入的 譬如說這個是 2011年加入的人 然後到 到了這個 2015年之後呢 像 人口 2011 2010年所加入的人呢 在2016年的 比例就變得非常少 那像我的是 2005年我就加入了 那我很少 2005年加入還在的人 那其實呢 這個可以看得出來 一個社群的加入人 持續運動 你們都持續落車 這跟整個社群的經營 是非常大的關係 那 那 為什麼你覺得這個問題 其實沒有解答 這要靠很多人 努力找辦法去維持這樣的 活躍度 那 呃 2005年的時候呢 OBEN 111被成立 他就有經營會 他是到後來 到2008年左右呢 開始在談 這個事情要不要成立 然後 這幾年呢 才 2012年左右 這個經營會才開始 比較成熟一點 那 不是 這個經營會不是沒有問題 這個經營會非常多問題 有財務問題 有資源問題 有很多問題 一樣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然後 也有這個 創辦人 跟後來後續者的問題 就 就 你知道OBEN 111被創辦人 是Steve Kors Steve Kors現在不在整個成員裡面 事實上 很多成員都會跟他一起吵架 也不是吵架 大家一起爭辯事實 這樣子 常常這種事情發生 那 OBEN 111被提醒過的會員 到現在 目前為止 你可以看到 大概700多人 包含了一班會員 還有這個 我搜尋的會員 就是他有婚式的會員 還有一種非正式的會員 就是 他是準會員 但他不是真的會員 他沒有確定選舉 但是還是要講 你就說你繳15英鎊之後 你其實是會員 那台灣大有多少人 我不曉得 我是 但是我希望有一些人 其實也是會員 那 一個這麼大的一個 一個融大組織 有400萬 號稱有400萬 500萬的MAPER的人 只有700多個是會員 那 這700多個會員到底要來幹嘛 也就是 最大的目的就是來選舉 那個BOARD 就是他理事會 然後 寫入理事會的時候 在管理所有 我們屬於MAPER的人 學手運作 那整個概念大概是這樣 好 那 台灣呢 台灣根據這個統計 大概有5000 5000位的MAPER的人 畫過台灣的地圖 等一下 你可以看得出來 5000個 這5000個 並不一定 全部都是台灣人 它有可能是外國人的 跑進來畫台灣的地圖 那 我們如果 比較樂觀一點 用5000本去看的話 根據這個 一般的社群法則 就是 九十 九一的法則 也就是說 百分之九十的人 實際上是下路之後 他不大會動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百分之九的人 他是一個 一個會動 但是他不是很活躍 大概只有百分之一的人 他是不要活躍 所以呢 可以看得出來 最多最多的人 比較活躍的人 所以如果你去看這個 畫圖畫比較多的人 你會發現 其實 大概前面十個人 會非常活躍 大概前面三十個人 是經常活躍 然後超過那百分之三十個人 超過三十個人之後 你的那個量 就是其實他是不大會動的 那整個台灣 不是只有台灣這樣而已 全世界大概幾乎是如此 那比較特殊的是德國 德國的那個 ACTIV的MAPER實際上非常多 他不是只有畫德國 而且是全世界都在畫 那台灣的開放自由社群呢 出色的社群呢 我們其實沒有像 台灣的幾百科 Wikimedia Taiwan 他有這樣子的協會的俗稱 那我們基本上呢 其實當中過Facebook社團 AirBase跟Snack 這幾個那種線上媒體的溝通方式 形成一個巨像的一個 一個Virtual Community 就是一個虛擬的一個社群 那主要目的呢 是在於說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這樣的方式 跟有興趣的 跟看法界有興趣的 跟大家彼此 能夠互相的溝通聯繫 然後呢 透過這種PFP的方式 互相學習 你知道一些什麼 我希望大家互相分享 互相學習 那也希望透過這樣的環境 互相學 互相分享這個活動 和這個新的一個地理資訊基礎的發展 那也希望利用這樣的方式去分配資源 利用資源 理論上來講 有這樣的環境 是不是可以讓資源最大化 希望會這樣子 那當然呢 最有趣的地方是 在這樣一個環境跟場合裡面 你可以知道彼此之間的差異是什麼 然後這個差異會造成一些爭辯 但是這個爭辯其實是一種溝通的方式 就是大家彼此之間要透過這個方式 去達成共識的一個環境 那其實這是一個Virtual Community 的一個比較有趣的地方 那很多人問 那跨幅街主 台灣到底是不是一個訪人 那我曾經面臨過這個問題 有人說 那為什麼不要直接成立訪人 就好 像Rack講的 就要找三四個人 分布在七個縣市 然後單紙收集一下 然後送出去 我們就是一個協會 那我們再訪這個機會也開所 不是啊 不是啊 太扯掉 那就是 還是有一套法則可以去玩 讓這個協會成立 重點是 你協會成立之後 你要怎麼去弄這樣的協會 那忍來來去去啊 我成立完持協會之後 搞不好下一年明年 我沒有辦法 沒有時間再去弄這個協會了 那這個協會能夠存在 那招交可以誰處理 所以又不會爛張一通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值得思考的地方 那人民團體法事實上很不適合現在很多社群組成 我必須坦白講 它不適合現在社群組成的方式 因為現在社群組成的方式 跟過去人民團體法也是協會啊 學會跟協會這樣的組成方式 完全是不一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在整個組成概念裡面呢 我們其實不大適合用人民團體法的方式 來去組成這樣子的一個組織 然後受控於這個內政部啊 或是這種主管機關 那因為這樣子的關係呢 其實我根本就不會想要去 我研究過很多次啦 也問了很多人 因為前輩的意見 後來我還是不敢去成立協會 雖然我如果要用一個協會 其實可以非常快 但是我不敢去弄這個協會出來 最後呢 我們當然就是還是變成一個社群組織 那這個社群組織就會變得比較彈性一點 是我們希望有一個組織的成員 那把這個核心成員選出來之後呢 去管理資源 譬如說網站啊 網址啊 資金啊 剛剛講的這個錢很重要 對不對 還要付錢給一個人去上網 去看Facebook 那我們當然沒有這個資源啦 那最主要的問題還是在辦活動 辦活動的時候這個資金的流動 我們必須要一個組織呢 去對應才有辦法去管理這些資金 那再來呢 就是你的參與呢 跟 就是這個參與開放資料啊 還有開放原法的相關活動 譬如說 把參與Postop 那參與Postop 比如擺攤位 或是其他的會的時候呢 我們要用什麼樣的靈異呢 去參加 那這個其實都是一個問題 那再來呢 是提供一些開放建築的教育訓練 譬如說很多人要請我們去做Merry Party啊 或是我們去上一些課 讓別人知道 VNGO知道說 這Ownership要怎麼用 要怎麼使用 要怎麼畫 另外一個是呢 我辦點另外一個角色呢 是去刺激政府 讓台灣更多的地理資料 那再來呢 就是 我覺得 海老的社群裡面 有一些人比較熱血 是呢 一直在短正很多人的觀念說 土標要這樣畫啊 土銀要怎麼畫啊 那其實花了非常多時間 尤其是呢 Facebook現在用了我們學Map之後呢 更會接受到奇怪的一些 一些客戶意見 我們被整個那個制服公司 會發Email來說 欸 你們這個沒有畫啊 這其實根本跟 跟OSN沒關係 就是Facebook的柱子寫錯了 然後說OSN沒關係 像這樣的情況其實會發生 那 我們本來的希望方式是呢 我們需要有會員資格 然後這個會員資格之後呢 通過選舉呢 去把這個Board也是理事會 把它選出來 那我們所走的情況呢 其實就是想這樣子的方式 就是說 如果以這個全世界的會議組織來 對 全世界這個OSN綁飛行的警察來看 也是呢 圖客喔 就是 具有這個畫可以畫圖身份的人 然後呢 加入 繳了數喔 乒乓之後呢 加入OSN的Memorship 然後這個Memorship呢 就會被選舉 他有被選舉 被選舉人的身份 然後最後就是配一個 OSN Board 那 那OSN Board 現在其實最早 結五位理事 現在已經擴增到七位理事 那這七位理事裡面 只有三個呢 具有一個定場身份 就是說 嗯 那個理事長跟秘書還有 那其他人其實沒有特殊成分 沒有 沒有盡定的責任 負責很多事情的處理而已 那 本來香港是台灣 可不可以用一樣的模式呢 走出來的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就是說 我們不走 像Wikimedia台灣呢 這樣子協會的方式 而是透過一個 比較彈性組織的方式 去成立一個 一個社群組織 而社群組織能夠支持的能力 那 所以我們走的方式呢 希望是 加入社群組織的會員 就是剛剛你看到會員 那個頁面 你希望說你交給六百塊 或是八百塊或是一千塊 你訂了幾個 之後呢 然後你成為會員 那這個會員他取得的選舉 跟被選以前 也就是一樣的三十個 我們倫敵團敵發 就是三十個這樣子的 但是我們沒有去檢查 他是不是期了限制 那三十個之後呢 他就去選舉 選舉出來一個 理事會 那這個理事會呢 當初定格的時候 目標有點大 就是選出來八位跟三位 也就是總共十一位幹部 那十一位幹部其實很好玩 你如果加入會員只有三十位 然後三十位要選出十一位幹部 所以幾乎一半的 全部都變成幹部 所以就會導致很多會員 不敢加入 我加入之後 有可能會變成幹部 這樣子 這是另外一回一起 那其實我們在 前年也記得 亂來一次 那這個亂起來的時候 失誤有在運作 那去年呢 今年 就遇到一個問題 今天他改選的時候 遇到問題 對我剛剛講 這選舉會員的人數不夠 所以我們現在只有二十八個人 二十八個會員 那不夠的情況下 我們就把整個 這個理事會的 這個組織 把它割支下 因為他的層面是 會員組織不夠的 不夠的情況下 我們還是把它割支下 就沒有 再往下走 所以就選擋在那邊 那你可以講說 其他財務 剛剛講的 剛剛阿爾敏講的 那個OCF 是一個很好的管道 其實我們是最早 跟OCF有這樣子的關係 就是說 他一成立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是 其實他成立是有的知道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就跟OCF 就並在一起 所以我們的財務 所有的 所有的金流財務 其實是靠OCF幫我們撐著的 使得我們在這一塊 在這一塊的處理上面 就會比較 比較方便一點 而且也比較不會被質疑 所以你自己是理事長 也碰不到錢 你只有看到一些數字而已 這個錢不會 留到你的戶頭 你放心 對我來講也是比較safe 就是說 這樣的事情比較不會被質疑 那 這樣的方式 到底好不好 我不曉得 但是我覺得呢 因為人力團體法 他的氣勢 不夠彈性的關係 使得很多攝取 要會成 一個組織的時候 的麻煩 所以我們希望 透過一個比較新的方式 也不是比較新的 就是比較正規 比較國際上比較慣用的方式 去成立一個攝取組織 那 到底好不好 其實我們的實驗是 呃 有好有壞 那 我們希望的方式是 現在的 女豬攝反 跟圖克 其實是有一點 一直在 往兩邊在跑 就是 往兩個放 兩極帶跑 那攝取組織就接在什麼接 我們現在的情況 其實有點像這樣 那本來是希望說 這個攝取組織 勝利之後呢 會變成 把攝取組織擴大之後 它的 COVER的忍數會更多 然後讓這些人 能夠在這個環境裡面 達到互相溝通的意思 希望是如此 但是 得到的結果 事實上沒有那麼的容易 他需要很多的工作 可是我們要 懶惰一點 沒有做好 就是這樣的工作 那 這樣其實呢 我下三分鐘 大概把後面幾樣頭 有變快速的講 其實我們剛剛講的這些關係裡面 跟整個社群的人 的來來往往 是有關係的 一個人進來之後呢 他看到這些東西 就覺得有趣 他進來之後 他是一個新手 新手呢 他必須經過很多訓練之後 他才會找到一個位置 定存在這個community 那這次community 經過一定的訓練之後 他會變成leader 那 很多人 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跑掉了 OSM 很多人 在這個階段都跑掉了 更別說呢 他會變leader 或是到最後呢 變成老木頭 後來可能這個老木頭 其實不太管事情 他只是在那邊看而已 他不做事 那 所以主要 如果剛剛把那樣圖 你再仔細一點 就是說有人進來 就是找不到 找來找OSM 有朋友去 他就進來 那他很有趣 他就走掉了 那他進來之後呢 事實上呢 還要找到一些 自己能夠 能夠玩的位置 那這個位置呢 其實有一段路要走 那 這個路呢 就我們剛剛看到的 不好意思 就是你必須要有一些活動 跟必須要有一些事情 讓這些人知道說 OSM這個環境裡面 到底有哪些工作要做 那才能讓辦法呢 讓這些人留下來 這個事情其實很多 我也沒有太多時間 跟各位分享 那 最主要呢 剛才說我也是呢 社群不可世界大佛 而我們要請我們是何而不同 就是說 要怎麼樣創造一個環境呢 讓不同意見的人 在一個環境裡面 大家一共各式的表述 讓意見得到 互相溝通 這才是最主要的 那 很不好意思的 找一下報告呢 是9月12號 我們有OSM的一個大位 在教室會館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我們現在來 透個邀請 你差不多放滿了 那 也希望各位來參與 那 時間也差不多到了 謝謝各位 謝謝 我們感謝 我們現在的收穫 那 很開心今年 就是 維基百科跟我們 OSM的大位 那 就是歡迎 兩個同樣的 好像是社群 但是一個是總